第一位參賽者在Part1的表現不錯 不知道之後那兩位參賽者可否打低它呢 未看Part1的朋友馬上按回去看 第二位參賽者聲稱自己有卓越的保濕效果 還用了一種特製的防過敏面膜紙更加貼面 敷完還有舒緩的效果 添去看看它有沒有做到以上的功效 小迷你今天的皮膚狀況都算不錯 但膚色不均勻這個問題仍然都在 敷之前的皮膚水分是35.6% 我們就看看它的保濕效果有多卓越 我們依舊是很殘忍地撕開它的腦袋 這位參賽者就不同上一位參賽者 它就只是一塊面膜紙 而沒有那層膠貼著它 相對地會比較環保 但就要用多一點時間去打開它 而這位參賽者有點特別 它將咳了眼部的面膜紙留在這裡 讓你可以反上去敷眼皮 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這個原因有分家呢 我收回剛才那句說話 是不是我兩隻眼的距離不正常呢 敷完之後被面膜遮住了眼尾的部分 兩邊的鼻翼有三分一的位置是敷不到的 它下巴沒有剪一刀 所以根本就不能貼著整個下巴來敷 面膜紙的質地太硬身 好難完全貼著臉 難道防敏感面膜紙就是這樣呢 剪材貼臉度就不與之平 我們看看精華量 是零 敷完這塊面膜之後 沒有得相左相右 只可以向前看 什麼都做不到 唯有蓋上眼睛休息一下吧 過了30分鐘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位參賽者已經乾了 下巴已經完全不貼臉了 同樣地 我們好像之前一樣按摩表面的精華 讓它吸收了 我們看看對比 小迷你個人沒有什麼敏感 所以試不到這項效果 但我看到很輕微的亮白效果 之後就看看水分提升了多少 敷之前的皮膚水分是35.6% 敷完之後是58.5% 即是水分提升了22.9% 第二位參賽者的表現好像麻麻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分數呢 我們一起看看 這位參賽者無論剪材 鐵面度都是麻麻 所以得5分 袋裡面完全沒有精華症 所以是0分 敷完之後水分提升了22.9% 得到8分 有很輕微的亮白效果 得到10分 價錢為3.5一塊 得到20分 我們看看總分 哎呀 這位參賽者的表現暫時是最低分的 我們看看下一位參賽者 看看究竟誰掉落淘汰區 到最後這位參賽者 他聲稱敷完可以提高皮膚的透明度 他還用了厚實的面膜 只能提高舒適度 敷完呢 還可以踢走你的眷蓉 我們看看他是不是做到以上的效果 這位參賽者主打未白 我們就儘管看看 敷之前和敷之後皮膚有沒有白了很多 雖然他主打未白 但保濕效果一定可以少 敷之前的皮膚水分是32.8% 好了 我們把他處死了 嘩 他的頭也很硬 挺有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打開之後發現這位參賽者 和上一位參賽者都很像樣 不知道是不是媽媽生的呢 他們一樣沒有膠黏著 打開也需要一段時間 他的眼睛也像上一位參賽者一樣 可以反過來 不過這位參賽者的面膜 比上一位較軟身 所以比較貼面 不過剪裁方面 鼻翼也有三分一的位置 敷不到 面膜紙兩邊比較窄 有四分一的位置敷不到 我想適合小臉的人 整體來說 鐵面度不錯 但我想這位參賽者 應該不適合一些面大的人用 趁休息前 我們看他的精華量 省眼看袋裡面 好像沒什麼精華 我們擠出來看看 嘩嘩 有一滴啊 看到嗎大家 這位參賽者很欠你們 一滴精華出來 表現都算好過上一位參賽者 既然這位參賽者可以敷了眼 我就閉目養神休息一下 30分鐘後 面膜紙還有極少量的精華 未完全呈現白色 我們馬上看看效果如何 一如既往地 都是按摩一下臉 等表面的精華吸收 但不知為何 我按摩的表面 都好像有層油 看來敷完這面膜之後 一定要去洗臉才可以睡覺 這面膜主打美白 但敷完後 好像不覺得有什麼大分別 美白就一般 看看它能否保濕 敷之前的皮膚水分是32.8% 敷完後是58.4% 上升了25.6% 到最後這位參賽者 不知道他的表現會令他跌入淘汰區 還是晉升為第一屆面膜王 我們看看分數 最後這位參賽者貼面度不錯 好過上一位參賽者得到10分 精華量很爭氣地 一滴出來得到4分 敷完後皮膚水分提升了25.6% 得到8分 上著輕微的亮白效果得到10分 這位參賽者400日圓 五塊換港幣 四個白一塊得到20分 總分是 52分 經過一番激烈的比賽之後 今屆面膜王終於誕生了 恭喜 恭喜 不過下一集有更多更厲害的挑戰者 挑戰這個王位 不知道今屆面膜王 能否保得住王位呢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Bye 面膜擂台龍虎榜 就會把所有參賽者的分數放在這裏 低分的參賽者不需要失望 因為你們有機會獲得全民最愛面膜大獎 不要灰心啊 我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的 很感謝subscribe了我的朋友仔 未subscribe的就快點去subscribe啦 我們第二屆見 本人膜周圍合性偏干 以上各位個欄意見 請稍微想加護膚粉時 考慮個欄膜質 並且不合適的護膚粉 浪費金錢 多謝合作為支持